哎呀,这局忘记调装备了 还用的是上次开箱子的装备 没有背包 不过问题不是特别大 一个背包而已 要么去找敌人界 要么去找Boss界 我这个复活点的Boss太穷了 所以我打算去辐射区的Boss点 开局咱们直接赶路 不要管那么多 一号位的人跑得比我还快 进来之后停都不带停的 直接跑到了大舱那边 那咱们就从左边去Boss点 来了之后发现我是第一个过来的 但是打着打着地铁口就上来人了 这个人一直在找机会 等我开枪的时候他就移动 他想用枪声掩盖他的脚步 不过这招是我剩下的 我打一下又停下来 听了下他的脚步声 最后真的非常惊险 因为我把Boss打掉之后 竟然爆了一个金光 而且他知道 我打掉Boss后 立马就跟着过来 我二话不说 说什么我都要把这个金甲给剪了再说 来 让我看看 完了完了 别别别 我还没穿上去呢 妈呀 差点就翻车了 兄弟们就差一枪 我就死得近点还是没空 比较厉害一点 这我要是死了 我得哭晕在厕所 因为刚捡到的金甲还没来得及穿呢 看一下属性 天哪发财了 终于不是老爷属性了 这个Boss也打了几次金光 但每次都是老爷属性 这次终于给我一个顶级属性 虽然只有一个 但属性非常的好 赶紧换上 而且这个人也给我送来了个五级帮 不错不错 现在我就比较谨慎了 因为刚拿到的装备被打死后 很容易就会掉出来 此时我的脚下来了一个 过了一会儿之后又来一个 这个人直接翻了出来 帮我吓一跳 既然位置暴露 只能和他们硬打一架啦 这个不怕死的家伙 他真的头很铁 硬扛着我的流弹来找我 虽然我的P90伤害低 但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呀 对面还有个 看到没 这个人跑过去之后就不动了 然后我只能和人舔包 并且这个人又掉了一把眉孔出来 太爽了这局 然后我听到两个人在外面打架 本以为就是刚刚前面这个人出去的 我另一马就跑去劝架 结果跑到那里之后 有一个人翻了出来 我瞬间被包夹 哇 被这个钢铁套给打死了 本来是想劝他架的 结果出去被劝架了 拜托拜托 千万不要掉呀 Friend How are you Nice还行 就掉了个六级桶 枪和金甲都没有掉 不过这波咱们转翻了 开局这个点怎么打呢 有一种方法就是跑到前面的厕所 因为后面的人绝对要过来的 在这里蹲 Nice 看到没看到没 谁能想到厕所还有人呢 等他再靠近点就弄他 通行 哈哈 拿下 蒙了吧 小老弟 掉了个六级桶 你看上局掉了个六级桶 这局马上就给我反回来了 过来之后发现两个六套在打 出手时机非常关键 等他们打完的那一刻立马出手 通行 就是这样发财了 这个敌人虽然没有掉东西 但是他打的那个敌人掉了个六包和没空 发成了我的打工仔 接着就是去辐射区 看看那个老六点 上面趴着一个人看见没 嘿嘿嘿 这个小子 现在咱们先不管他 一会儿假装开箱的时候再把他们咬了 Boss已经被人给刷掉 前面有枪声 我估计是那个老六阴到人了 这点雕虫小技可骗不到我 假装开箱骗他 我还换上了燃烧子弹 他肯定是打不过我的 小小老六被我拿捏了吧 箱子开完之后再去填包 没掉东西啊他 没掉东西啊他 那就把黑门给开了吧 刚开黑门就听到有人响了音 他就在我的正前方 他肯定在丢头之物 想把我困在里面 我救不到 丢了差不多的投资物之后 他直接就冲了进去 我这招不叫做引蛇出洞 而叫做引蛇入洞 上单了吧 先开箱子 黑门的物资一般般吧 他掉了一把改麦喵了项群 最后也是成功撤退 转的比较少这局 因为遇到的人不多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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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